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愚慕年去年11月 因血液发炎肺部受感染 进入医院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 病情危急的时候 曾一度需要插头抢救 而愚慕年治疗一段时间后 下午一终于可以出院 明州记者在今天致电问候愚慕 医生说她的情况 她没有力 医生就要求我出院 叫我引用 让我走多一点 等着她有力 那我出院都是要坐轮椅的暂时 今天跟她聊天 她很开心很开心 很多很多计划 今天我跟她通市匠的时候 她就是在做你治疗的时候 踩单车 很好精神 就说吃得饭了 吃肉和菜 都很碎 就是不用吃牛質的东西 所以有力量 所以可以出院 加上心情好也是有帮助的 等来疫情稳定一些 她自己安定了之后 要很快地见大家了 她亦都知道 很多人关心她 以及是 爱护她的 她都叫我跟她说 多谢各位 就說多謝你們 我叫他出院前和出院後 都給我電話報平安 早前大埔比華麗山屋苑 出現沉人大字報 自列名男子是魏富豪 向屋苑富貴鄰居推銷藥品投資 以高息回報作招來 令很多人中伏 這位魏富豪人稱黎博士 在比華麗山作用4000呎豪宅 又有多間上市公司 和有20個名銜 黎博士給人感覺樂善好思 就慈善不為餘力 昨晚東張西網訪問了幾個苦主 其中一位是有傳被騙的江美儀 江美儀說 家人看了報道後很擔心 追問她為什麼被騙 她就說其實和黎博士不熟 只是在幾個慈善運動結